我們還是繼續在做這個 因為我們是自己在做遊戲引擎 也不是商業用途 本來打算是比較不做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 其實現在很多國外的遊戲引擎 也用不到相當多的 那下面就是這個引擎的網址 已經超久沒更新了 但是有一些舊的PO文可以上去看一下 OK 那這個是一段當初的引擎的畫面 就是把Crisis的東西拿出來 這也是網路上有一個 這也是Open Source的東西可以把這遊戲的資料抓出來 抓到Brender裡面 Brender也是Open Source 那這裡面它這個Squibit 這裡有用到Squibit 然後再轉 用Squibit在做 然後它後面有一個Console System 也是用Squibit在做 這個大概五或幾年前 三年前的東西 對 大概是這樣 本來它的目標可以看出來 是次次代的 現在已經改了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遊戲 就是它目前就是用這個引擎來做的 那基本上它就是用西架架 加上一些路牙去執行 然後還有加上一點點的Objective-C 就必要的時候我們要用到 因為感覺Objective-C 很難很難用 我其實事實上也很少在 在那個Mac上面開發 開發IOS 尤其我幾乎都在Windows上面開發 然後Rendering的部分 它現在是用到OpenGL 2.0 跟GL SL的Shader 然後在PG上面用的是 等於3D、9、11 加上學的話都會用3D或是4D 然後現在是在 它是在Windows跟IOS上可以執行 那將來應該會一直到Android 跟Windows 4A 稍微看一下遊戲 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後面會開始講一些路牙的東西 那因為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後面會講到一點點 就是什麼地方我們用路牙去做 讓它比較有彈性 比較好調整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Voxo 整個遊戲是用Voxo組成的遊戲 那基本上遊戲部分很簡單 就是一個射擊的遊戲 那基本上你可以用Voxo做給自己的飛機 那這整個都是用用我那個引擎做出來的 它有一些後製的效果 用Shader在手機上 現在手機上Shader也跑得很快 然後它剛才講到 我們現在有跟3D列印的結合 所以做出來的模型 都可以自己用3D列印出來 再送到雲段 它就會把你印出來 然後直接擊倒你下去 所以現在3D列印也蠻有趣的 OK 那就現在才講到整體 OK 那就看一下這個Linear Engine 它用到我們Source的軟體有哪些 那基本上在Squid的方面 我們用都是路牙加上路牙Blast 應該算是路牙Blast 因為路牙Blast可以就跑案 然後還有Mono Mono的話主要是整理洗漿的資源 那物理引擎方面 我們用到有Box2D 還有Blint Box2D就是2D的時候 它就會轉換到Box2D 但是3D的時候 它就是轉到Brit 或者FizX FizX應該不算是OpenSource 應該是OpenSource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 不管是2D或3D 它怎麼見面 就是西架架這邊 引擎這邊 或者是遊戲這邊 去呼叫的 interface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任意切換 然後貼圖啊 那些影像資料的讀過 是用FreeImage 這個應該也蠻有名的 一個免費的軟體 然後ZL、IV 這大概 大家每個人都會用 然後WWidget 其實事實上我們這個Engine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Edit 像Unity這樣 但是Edit 其實並沒有用Widget WWidget 而是用MFC在做 因為那時候認為是 那個不需要跑平台 Windows32還是 相對來講是一個 最便宜的 的開發系統 所以那邊就用MFC 這個WWidget是用在 我遊戲在Run的時候 可以開一個Control Panel在旁邊 這個Panel可以調整一些 它可以秀Evacor訊息 可以知道你現在resource的狀態 耗用的記憶體這些 然後你可以隨時調整Rendering 你想要做什麼Rendering 然後看看效果 速度 它會很重要 因為這個東西就很跨平台 所以我們那時候 那邊也是用WWG的製作 不過我們沒有用得很深 就是做一個Panel在旁邊 然後有很多Tab可以去學 然後自行這邊就是 我有用兩 我在引擎中有用兩種 自行一種是Tecture Base 用Tecture去Rend自行 那這個我用一個叫BMFoct的軟體 它應該算是工具 不算是加到引擎裡面 引擎要對它屬出的格式 做一個支援 然後TwoType這邊的話 我就是用FreeType FreeType也很好用 然後把它資料塗出來用 再把它Rend出來 然後就看一下 我們這個引擎 其實引擎包含很多部分 你的長點管理系統 或你的Face 或你的Squip 還有GUI很多 那Squip這邊 其實一個遊戲引擎要設立Squip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其實遊戲相對於其他的軟體來講 在後面的過程 求求改改是很難避免的 而且很可能改很多 所以說有Squip System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把你理解可以需要修改 需要去Tune 尤其遊戲要Tune 你要一直不斷的Tune 的部分獨立出來 用Squip來做的話 你的Game Designer可以 他自己去改 都不用動到你的主程式來 也不用動 也不用來反應程式說 你要改怎麼樣要改那邊 然後將來像現在的遊戲 像iOS的遊戲 你要發布 你要經過Apple遊戲 它通過你才能發行 那如果你每次要新增東西 都要這樣子的話 就很累 每一次要省大概七天左右 那如果你的很多 譬如說你的Mission 一些東西都設計在Squip裡面 你每次只要更新Squip 你透過廣播去更新的話 Apple不會關你 那你的主程式不更新的話 就沒有關係 所以說這是一個引擎 要用Squip的一個最大的利益 那我的引擎的設計呢 就是希望用出向的類型 去Port the Squip System 那基本上就是說 下面各個不同系統的始作 它們自己去始作 但是上面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子我可以 同時support到很多 不同的Squip language 因為我整個引擎都是這樣在設計 因為現在你很難講說 你要用哪一個 像物理的話 你有很多系統可以選擇 那在不同的平台 你可能要用不同的系統 尤其是Rendering 那熱靈的話 在每個系統它都不一樣 所以說我整個引擎的 每個子系統的設計都是這樣子 你可以任意抽辦下面的始作 那目的就是說 剛才講的就是同一個架構 支援不同Squip 最大的目的就是上層的 新架架NAP Code這邊 不要做任何運動 下面就可以抽辦這樣 那這樣子在Porting的時候 尤其現在的平台一大堆 可能一個遊戲要放好這個平台 如果Porting整個要 沒有這樣子把它區分出來 那Porting就會很難做 那我整個Squip的設計的概念 是說以西家家為主 然後Squip為主 有些遊戲是設計成 以Squip為主 然後西家家就是做一些 主要的Gain的Logic都在Squip 然後它去呼叫西家家的Code 為了Performance 比較需要Performance的Code 但是以Gain來講 相對其他的App來講 Gain是一個Performance為最優先 而且這Performance是非常要求的 的一種應用 所以我的做法是 所有的Gain的Logic 或者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都是在西家家裡面 那Squip只是作為一個 輔助的功能 然後用在很多需要 隨時修改的地方 那所以我的設計 所以就變成Squip 好像是西家家Class的一個顏色 有點像你可以想像的是 用LUYA去繼承你的Matic跟Class 所以我的設計的方法是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的LUYA跟西家家 要有很深度的結合 那LUYA本身 它並沒有提供Gain的功能 LUYA本身還是比較 侵向於跟西做一些結合 所以我們後來是用LUYA Plus LUYA Plus 是有我們手持的軟體 它可以跟 可以跟西家家做 LUYA跟西家家做比較好的橋結 那用LUYA Plus的 我現在用起來是覺得還不錯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其實有改寫LUYA 改寫LUYA的口 所以當LUYA有新版出來的時候 它 你沒辦法直接去用 要等它 它有更新才能用 那不過還好LUYA 因為本身已經是一個 非常穩定的一個Squip 所以目前我沒遇到什麼 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C Sharp這部分呢 我就是用Mono來支援 那Mono也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軟體 因為西大谷是Open Source 所以我們 就是在Windows上面是用Mono 但是在手機平台上面就沒辦法 它也是有啦 但是你要付錢 我也比較窮 所以 OK 然後剛剛有講到 我整個設計LUYA 就可以視作是西家家 Native Class的延伸 但是C Sharp這邊就相對來講 容易很多了 因為西大谷本身那就是一個無間導向的語言 所以 實作上來講 相對容易很多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大概是怎麼做的 因為時間很短 沒辦法講很詳細的東西 講一些大概 大概怎麼做的 那剛剛我講 LUYA 是我們設為西家家的原生 那其實我們很多的Function就是在LUYA裡面 就是整個引擎會去判斷 如果你的LUYA有這個Function 它就會去叫LUYAFunction 沒有它就叫Native Code 所以它有點像用Squip去模擬西家家的Virtual Function的功能 讓它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那 所以說最重要的第一個 要先把LUYA跟西家家的Class做一些結合 那 因為我們的遊戲中有用到很多 基本的資料結構來傳遞資料 那我希望說為了LUYA 把它特別去寫一些特別的Function 同樣的Function 你寫好幾個就容易出錯嘛 所以我希望它用到原本的Class裡面 其實它Class有沒有的方便 所以基本第一個就是要先把 我第一個做的就是先把我一些基本的資料形別 都用Type建立起來 所以說我的Function 就可以直接傳遞這些資料形別 然後再來呢 所有會被LUYA延伸的西家的Class 就會被註冊到一個Robot的table裡面 那就直接用拿著Class的名字去做註冊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 使用者必須把你想要Export的Class的變數 還有Class的房間 都到這個table裡面去註冊 註冊起來 你在LUYA裡面才可以用 那有一個我們就是特別做的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LUYA等於是一個 寫家下Class的延伸 等於繼承它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LUYA裡面 它的物件它是有繼承的關係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個繼承呢 我們就是用用聚集 然後跟地魁的方式 讓這個Class一直往上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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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它 它的Best Class 然後把所有它還沒有載入的Class 和LUYA的櫃口全部都載入 然後呢 把這些它所有上層的 它所有Super Class的變數 還有輸出的變數跟輸出的方形 就全部註冊到同一個table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後面的Class 就可以呼叫你的Parent的方形 也可以存取到它的變數 所以我們主要這樣子做就是希望在LUYA裡面 可以達到一些繼承的效果 因為LUYA沒有繼承效果 感覺用起來很麻煩 但是因為它這個在LUYA Plus裡面 它這些剛剛註冊的一些資料都是Object Data 你說的這些Object Data註冊好了 那你真正的Instance Object Instance要去用的時候 你必須把這個Instance的位置填進去 它有一個方形 讓你可以把它的Instance的資料 的位置填進去 填進去後 就可以開始得到這個物件裡面的資料 那目前這個用起來大部分所有的方形 都可以都可以運作得很好 但是就是Virtual Function 目前它LUYA Plus還是沒有辦法把它註冊進去到LUYA 那我在西家家的基礎物件 我們的引擎裡面的基礎物件 我們就會定義一些可以被LUYA負載的一些Coreback Fund 剛剛講到就是這些都先定義好 所以說對我們來講這是Engine 然後做遊戲的是做遊戲 遊戲的人形Core的時候就是去 有需要的時候就去LUYA這邊去負載它 那就可以執行LUYA這邊的Core 而不會執行LUYA這邊的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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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Class或Intent到Squip的話 它就是像這樣 我會有一個劇集 它要先在這邊宣告 宣告說它是Class到Squip 然後它就會 它會做一些函式的宣告 然後下來這邊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是一些Default的Coreback Function 那這些都會在LUYA裡面 如果你想要 譬如說Initial或Create或Contract這些 你想要做一些更改 因為不同的遊戲中 可能有不同的Enemy 它有不同的初始方式 你就可以到這邊 你就可以在LUYA裡面寫 寫了以後 它就會去那邊胡椒 不會用內定 在Implement這邊的話 就是要 第一個要先寫一個檔頭 不是不是檔頭 就是要寫一個劇集在上面 一個叫做Implement Class Grid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C-System 後面一個C-Object 這個就是在我的引擎中 就是宣告說 這個C-System是繼承至C-Object 然後C-Object如果還要再繼承別的 它也會寫 所以說它就用地軌 一直往上造出所有它的 需要先載入的LUYA的Code 然後在Constructor這邊 所以只要呼叫你給這個 Initial Class Grid 就會把所有C-Object 做好的設定 全部都做好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用 所以說相當簡單 而且我主要用這些劇集的話 就是因為這個劇集 是因為你的 變異的 它底層的系統不同 它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對上層來講 不管你下面是用Mono 還是LUYA 都不用不需要改變 等系在那裡頭 然後這邊是一個 從遊戲裡面抓出來的 一個LUYA的檔案 那基本上它的用法就是這樣 它譬如說 在我的引擎面 有一個叫C-Triple Bullet 它是發射三項子彈的一個類型 那它是延伸至 繼承至C-Bullet 所以說你在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邊 它是寫了一個 non-contract的 LUYA的方形 所以說在西加亞這邊 它大概在建構這個 這個class的時候 它就會來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它 在這邊 參數這邊有用到C-Bullet 的一些東西 因為它繼承至C-Bullet 所以它就可以用它的變數 像我們坐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 這個參數是關於File Interval 就是說它每隔多少時間 它可以發射一顆子彈 那這些參數就是在後面 遊戲企劃在調整的時候 很重要 尤其這裡遊戲 你發射子彈的速度 你必須去調整到一個 最好的 最好的 時間點 那 企劃本身它就可以 改這些 改這些LUYA code就好 然後程式碼都不用改 就可以去做它的fighting 然後 像下面這邊是一些顏色的部分 它子彈一邊打一邊變顏色 那這個我就讓美術自己去醒 美術 然後我就 不需要跟動任何的程式 所以基本上Split在game裡面 就是為了要速度 就是要你後面的調整的速度 能夠快一點 然後再下來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LUYA的code 是這個第一關的box 它繼承至CNM 然後CNM的繼承至box object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就可以用到C 就是box object 或者enemy的class data 然後它主要是在 Initial的地方 所以這個物件 在Initial的時候 就會來呼叫 呼叫這個方學 那 基本上 我剛才講到Split相對於Nectical 還是慢 對遊戲來講 這一點點慢這樣子就很要命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都是做 把他整個AI 還有他的一些東西 都是做成Data局本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在Initial的時候 去改變到這些參數 然後你後面的AI 他的行為都會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你的Split 在Initial的時候去呼叫 那這個對於效能的影響 不會那麼大 因為在Loading的時候 裡面還有Io的限制 所以這個部分就效能比較偉大 但我們都沒有把它放 目前都沒有把它放在Gang的Logic 因為在這邊的話 盧雅就效能就不夠了 OK 那我們這邊再講一下 就是另外一部分 那我們同時又支援Mono Mono就是為了C-Sharp 那Mono部分就是一樣 我們採用一樣的設計原理 就是Mono C-Sharp裡面的物件 基本上就是 對Native的Class做一個 延伸 繼承上就是繼承 Native的Class 然後因為剛剛講到 C-Sharp本身它就有 物件導向屬性 所以其實處理起來 相對容易非常多 那像物件的生存 管理還有Native 這些事情 直接交給你 跟Mono J-I-T來處理就好 不用像路亞 那時候路亞時 還做了一些 一些比較tricky的方法去 讓它可以 可以模擬繼承的關係 那繼承 對繼承部分 就是直接交給C-Sharp 因為C-Sharp本身 就可以繼承 繼承這些東西 然後比較麻煩 唯一比較麻煩的一個部分 就是 你Native Code 跟Managed Code 要怎麼樣去做竅節 那 其實以前在Windows上 我是用C++ 跟C-I這種方式 去做Native Code 跟Managed Code 的竅節 但是 Mono好像就不支援 我在Mono上就是 做不起來 所以後來我就採用 另外一個方式 很像Swing這種方式 來做竅節 那 我沒有用Swing 因為 我總覺得 它 直接產生的Code 我就很多 有些我不大需要 所以我感覺 就自己 自己收寫 那 比較這邊 這邊還好 就是 比較麻煩就是 你要寫很多Rapper 那如果 直接用Swing 也許就不用再寫 但 我那時候 覺得 Code 不多 就自己寫 那這邊 就可以 是一個 在 在 支援 在 Mono 我們引擎裡面 支援Mono 規果的一個 裡面的一段程式 那這邊主要就是 在做 從 你一個物件 你要從 Native轉成 Manager Code 或者從 ManagerCode 轉成 Native Code 等等 同一個物件 你要去做轉換的時候 來用 那我們就是 用Template 來做 那各種資料型別 都可以做轉換 那 好 除了一些 少數一些 比較特別的資料型別的話 其他 那些就另外再寫 其他都可以用Template 那這就跟 Luya剛剛講的一樣 Luya 我剛才說要先把一些 資料型別做一些 註冊 那這邊的話就是 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這邊是 Mono的Code 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一個 它是直接 繼承 那個 引擎裡面的 因為它是 西交代本身 就有繼承管理 它就直接繼承 那把一些要 輸出的函數 在裡面 輸出出來 就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所以 Mono這邊 反而是非常容易 那稍微 比較一下 就是 總結 就是說 我們的引擎方面 我們主要就是 用聚集 還有用虛擬函數 讓西家家 同樣的西家家 可以同時 支援不同的Squid language 然後 之前我有做 之前那裡 有做一個測試 那西效果 還是比Luya快上很多 畢竟西效果 已經是Compile過的 Byte 那在遊戲裡面 效能就是一切 所以其實我本身 比較喜歡用西效果 來 用Mono Mono跟西效果 來做 我覺得 Luya好 但是 Luya的優勢 還是就是說 它佔的記憶體 還是非常小 如果你在一些 比較基礎受限的環境 還是用Luya比較好 但是 西效果 現在的手機其實 我覺得 它的記憶體都很夠 但是 因為 它在 Mono 在iPhone 在很多以上 都是要錢 所以沒有用 然後基本上 Java也是可以 偷偷的放出來 支援 而且Mono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只要前端的Compile 支援 你的Compile 可以把你這個 不管任何語言 你可以轉換成 大內的Bytecode 你就可以用 用Mono 支援任何 任何語言 像有人還有寫Luya Luya的Compile 把他轉換成Bytecode 但這就 偷褲子放屁 那就不需要 但是像Java JavaSquib 都可以轉換 等於說 你寫一套Mono 你等於 所有Squib language 你都可以支援 所以 這是我比較喜歡Mono的原因 那 最後 然後像我們的用法 是說 我們的Squib都只用在 跟效能不是很相關的地方 但是可以增加引擎 彈性的地方 就像我還講 那些敵人的AI 子彈的速度 那些 然後像我們的UI UI的界面 它並不是很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方式 用Squib去做 然後我其實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然後它同時有Cshop 跟Luya的程式的比較 那可以去看這個網子 因為它太長 我就沒有放上去 然後 這個是 就是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 這是我的音量 還有引擎的網子 跟遊戲的網子 那有問題 都可以寫信給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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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